大家好 我是艾亦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地上剩余禁度 六宝箱九潮汐治疑 调音大厅四宝箱一潮汐治疑 明朝一月三日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 宝箱物质相关景点全收及解明黑海岸全岛泰提之底 剩余的探索度你只需要完成地上这五个挑战 三个 三个是越南的战术测试 两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河豚 一个是这个名气之刃 每完成一个都有三个宝箱 或者是三个潮汐治疑 然后都完成之后也会有超多的进度 然后能够让你达到百分百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黑海岸地下 这个泰提寺治疑的条绿大厅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再让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贴着前方的建筑往前走 不要尽力了 贴着箭子往前走 然后在前方有一个路过第一个尖尖的岩石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比较高的这一个 我们来到这个尖尖岩石的顶上 然后掏出我们的勾索 面对着这个箭子我们 起跳 勾索 二顿跳 起跳 勾索 二顿跳 然后我们跳上来 跳上来之后我们等一下这个勾索的吸力 然后我们面向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要跳到这个房间上 然后我们一人是起跳 勾索 二顿跳上来 上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一直走到前方的镜头 然后跳起来就能够看到下方有一个宝箱 那么跳起来 下方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条绿大厅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走到前方的悬崖边 走到悬崖边之后 我们往下跳下来一层 然后再次来到前方的悬崖边之后 我们把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来到这个小路灯这里 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起角 朝这个方向我们往下打开环角伞 然后在这个下方 我们正下方这个珊瑚这里 就是一个纸宝箱 你有用别好 然后接着我们往前继续往下 打开环角伞 往下看 在我们左侧的这里有个小平台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宝箱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这里有一个抄袭之一 然后我们欺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抄袭之一 打开我们的小地图 我们现在是5%的宝箱 europe玩环角伞 我们 intellectually��� deles 环角伞 多都不 bell 熟 两 准